ok 今天说梯度下降 梯度下降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常用的优化算法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所有的学习方法中 包括EIM、SIM、ROM 所有东西都涉及到优化一个所谓的目标函数 就是自小化一个目标函数 那我们究竟用什么来做这个最小化的过程 通常来说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梯度下降算法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常用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说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说有一个函数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说想要minimize或者maximize是一样的 一个函数minimize这个F在某一个domain上 这个H在我们前面最近这两个视频中说的内容的时候 就是都假设它是一个凸级 它是RD中的一个凸子级 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有界的 就是被一个球所控制住 这个球的半径是大B 那怎么做这个优化呢 我们这个T度下降其实就是用到了T度这个概念 那T度怎么定义 T度实际上它是一个 最简单来说就是Telegram式 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点可以做Data进行一个展开 就是对Fx0然后是x-x0 然后加上一个高级无穷小 这个一般来说是x-x0的平方 这么一项 这个是在这个趋近于x0的时候成立的 这是永远能成立的 只要是我们有一个可谓函数 这个二阶课导吧 二阶课导 就是二四个V函数的话 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式子成立 那也就是说这个T度实际上会出现作为一个线性的 对这个函数本身作为一个线性逼近 右边这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x的函数的话 实际上这块是一个线性函数 然后舍弃掉这个高级无穷小巷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至少在局部上来讲 是由这个线性函数所控制的 那回到一个这个T度本身 我们T度其实又可以用Y的一种方式来表示 就是如果我求一下所谓的方向导数 它这个和方向导数是有联系的 所谓方向导数就是如果我们对x0附近 做一个小小的扰动 h减去fx0 to y 对吧 if是一个比较小的数比较小的参数 然后我对这个if去求极线的时候 他如果说这个函数可v的话 那他就应该等于这个T度 x0 这个在和h这个向量的内积 而我们得到这个数实际上就叫做这个方向导数 如果h是给定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说 究竟在沿着h这个方向f它的变化率是什么 如果这边这个数是一个 ok 这边是一个内积 就是说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变化率 h这个方向的变化率是多少 如果是1元函数的话 那h的话就是正负1了 就是说就是没什么意思对吧 就高维的情况下 还有点意思就是如果2维以上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对吧 这个在某一个点上 不是这个是相对是level set 就是这个函数取值的方向 这个函数这个是函数取值为1的方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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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然后函数取值为2的集合等等 那任何一个点呢 他实际上这个T度其实是 其实是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函数增长最快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加上一个负号的话 就告诉我们这个函数d减最快的一个方向 这个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想让右边这个东西变得越大越好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它增长最快的方向 那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导数越大越好了 那方向导数最大的情况就是当这个h和这个T度方向是一致的时候 所以说一致的时候这个对吧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等于它这个长度的成绩了 一般来说是严格这个内积是肯定是这个内积的吧 x和y这个两个相量的内积是永远小于等于x的这个范数 乘以y的范数 但如果xy的方向是相同的话实际上这个等号是成列的 就是最大值是能被这个当y和x的方向相同的时候是可以取到这个这个东西的最大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函数的变化率变得最快 那这个方向就应该是这个T度的方向 这个T度告诉我们增长最快的方向 那如果我们前面加一个符号的话 那就告诉我们这个减小最快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minimize就是想最小化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需要找到T度的反方向 如果我们想要最大化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需要找到T度的方向 差一个这个符号 所以说最大化和最小化其实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问题 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加减符号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T度是相关的 那这里面再说一个就是这个T度下降这个算法究竟是什么 这算法现在把它给出来 这个算法也很简单 这么一步就是把这个初始步骤把它变成变为0 然后我们做一下做一步循环 就是时间从1到大T开始迭代 就是怎么迭代呢 就是WT加上1就是这个是参数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定域 这个HW是在我们这个定域中中的一个值 然后它是等于之前的那个值 我们对它做一个就是减掉某一个A的 然后一个T度 A是一个非负的一个 然后去考虑放一个F 就是我们想要优化这个函数 它的一个T度在WT上的值 OK 这就结束了 就是最后做完这个T度以后 我们对它进行输出 就是outcode 输出这个值就是我们管它叫W bar 这个是T从1到大T 我们最之前所求得的所有这个WT做一个平均 这就是所谓的T度下降算法 T度下降算法 这个什么时候才是收敛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我才能保证这个东西是收敛的 这个并不一定总是收敛的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函数非常糟糕 这个函数非常糟糕 这个T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对吧 就是没走一步的时候 我虽然我局部来说我找到了一个T度 就是增长最快的方向 就是向下去对吧 只能保证是我 我可能就是去到一个比较就函数取小的一个方向 但是由于这个函数它有很多这个Local Minimum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见得一定能就是迭代到最终就是去到一个最小执行 对吧 它有可能在这个Case下有可能就到这就Trap 就是这个被困住了就再出不来了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即便是我有一个就是就是这种类似于啊 就是为什么凸函数有用的 就是凸函数的话 那我知道我总归是这个 这个就是全局局部最小就是全局最小 这是我们之前证过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从任何一个点出发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最小 那我只要找到这一个局部最小 那就就可以了 但是我未必见得一定能找到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Eta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Eta如果选的比较大的话 虽然说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肯定是向左了 对吧 在这个E为E元函数这种情况 像右是增加向左是减小 所以肯定要向左 那问题来讲这个如果Eta选举的不好的话 这个向左可能太大了 就是导致于说我这一步就走出了非常远 从这就到了这 那我可能这个函数的取值啊 在这一点的取值是比我一开始的位置 还要更高一些 就是这样并起不到一个这个 低度下降的作用 然后呢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发现我的gradient可能会更大 也就是说呢如果再用同样的Eta 我再往回走的话可能又overshoot 就是说再来的话 我可能会取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值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我的优化实际上是 就最后走到跑到无穷去了 也就是说Eta的选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 在这个算法中它的这个超三数啊就是这个Eta OK那今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啊 要说就是下面这个定理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Eta做一个合适的选取 你对这个函数首先做些假设 我先给一下假设 就是说Eta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突击 而且Bonded 就是说在某一个球种 在某一个大币这个半径为大币的球种 并且呢 F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突击数 在一个突击上的突击数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额外的假设 就是F它是这个Roe Lipschitz 这就是我们之前这个所谓这个C L B Roe B条件对吧 就是说这个 突的并且是Lipschitz Roe是一个参数 然后是有界并且B是一个参数 OK这是我们的一个条件 那么这些条件 如果定义下来呢 OK是 然后再来把这个W star 就是我们这个全球最优 把它定义出来 因为 这个全球最优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 不函数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如果说 我把这个Eta把它选成下面这个样子 就是B的平方 除以Roe的平方乘以T的话 就是说 这些都是常数 B和Roe都是常数 都是我们对这个函数做了一些假设 Roe是Lipschitz constant 然后B是这个有界对吧 这两个常数就确定下来 只有这个T 就是说这个随机下降这个部数 是相当于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那就是说当我这个部数足够大的时候 它这个order实际上是E除以根号T 那就是T足够大的 这种又会趋均于零了 也就是说这么着选取的话 我是一定能够保证 这个 这个 我们输出的这个量 减掉我们最终优化 就是最小值呢 它一定是由这个东西所控制的 还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最后是趋均于零 当T足够大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保证说 它是要多小有多小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优化 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因为最小值就是在这 对吧 我比它呢 只大这么一个小Ips 只大一个E除以根号T这么大 那只要T足够大的话 这个就 就想想要多好就多好 OK 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超三数 究竟应该怎么选取啊 这个定理 好 我们证一下这个 就首先呢 就是用一下这个 Janson Janson就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 如果你有个凸函数的话 那你对这个 凸函数的某个 某个随便的一个期望值啊 是一定是小于等于这个期望 对这个对凸函数取期望 那么现在呢 我们手上有的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 F是一个图函数啊 这个相当于一个期望值 因为刚好是这种平均的形式 所以说呢 由Janson不等式呢 它是小于等于这个 E除以大T 然后T从E到大T F of Wt 所以说这个这个差呢 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下面这种形式 对吧 我把这个 这个 F of Wt减掉 F of W star 相当于把这个 这个东西也写成一个平均的形式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比较 其实就是比较 每一步 和最终这个东西究竟有差多少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 F是一个凸函数啊 那凸函数的话 不少不少它这个 性质 之前证过的一个性质 就是说 如果已经知道它是凸的话 那么就是F W减去F of U 那就一定大于等于F of U graded F of U 乘以W减去U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呢 就是重新组织一下 把它这个放到左边去 然后把这个放到右边去 实际上那这样一来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下节 就是这是一个下节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上节 只要换一下这个 左右换一下方向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用的也是这个条件 就是说把这个这一项呢 把它说它一定是小于等于 Gradient F of Wt 然后Wt减去W star 做一下内积 OK 注意啊这个下节的时候 这个这块这个Gradient 这个值是U 是这个被减掉的这个量 然后W减U 然后这里选的是 就是这个选择Wt 实际上是这个左边这个量 就是相当于在这对吧 所以说这个号要变一下 就是把这个互相 把这个放到左边去 把这个放到右边去 互相调整一下 就得到下面这个 这个不能说 因为我们在做上节嘛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 从这个出发呢 我们其实就 就可以用这个 就是这个Wt的定义了 OK我把这块抄一下 是F W bar减掉F of W star 是小于等于 1减1出于T 然后T从1到大T 然后呢 我们刚才已经刚证完了 它是这个 小一等于这个Gradient F of Wt 乘以呢内积呢 Wt减去W star 注意到这个 Wt在定义的时候 是迭代定义的 就是Wt加1呢 实际上就是Wt在减掉这个T度 乘以某一个Ada Ada就叫学习率 那我们这块把这个Ada这个引入到这里 然后呢乘一项除一项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都不变 好处呢就在于说这一项呢 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个减掉这个 就得到了下一个就是所谓的Wt加1这一项 那就用这个公式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小技巧 如果说我有 大家都知道就是AB的话 肯定是可以写成A平方加上B平方 减去这个 A减B的平方 然后呢再二分之一对吧 这肯定是对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叫 这个是在实质的情况下 那在内积的情况下就一模一样的公式 就是如果这两个A和B 全都是这个RD上的向量的话 那这个事情依然也是成立的 就是用一下这个 Norm平方 加上B的Norm平方 然后再减掉A减去B的Norm的平方 就是用一样的技巧 就是这个内积我可以把它展开吗 然后这个 把这个A的Norm的平方 可以写成A和A自己的内积 对吧 这个B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写成A减B和A减B的内积 然后左右验证一下就知道 就得到了和实质的情况下一样的一个公式 好 那从这个出发我们都知道 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A减B这一项 就是说 这个东西减这个东西这一项 实际上就得到了一个WT加1这一项 就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个东西 好 那现在就是把这个推一下 E到达T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A的平方 然后gradientFWT 平方 加上呢 WT-WSTAR Norm的平方 然后再减掉它们X的平方 对吧 这个整个外面还有个1 2 2放到这 外面还有一个X的这一项 也就是这个 这个X这一项呢 就变成了是他减掉他 对吧 再减掉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WT加1 减掉WSTAR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整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化了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和的时候 这个是刚好是 当前向减掉下一项 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就是Dalescopic Song 就是就消掉了 一加一减 这么一加一减消掉 所以最后剩的就是相当于第一项和最后一项 把这个整体上把它把它放放过来呢 就是2A的T 然后呢首先是这个我们先把第一项把它搞清楚啊 就是A的平方出于这个 注意到这个我先直接写了 就是说 注意到呢 这个 这个东西 是永远小一点肉 如果说我有Lipschitz 如果F是一个Lipschitz 它的Constant如果是肉的话 这个Gradient肯定是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是不难证的 这个我就不说了 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是所有这一项全都被Rho平方所控制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前面这个就直接简化了 所以说我得到的就是这个Rho除以2位的 Beta乘以2位的这个Rho平方除以2 就是第一项 然后后面这一项虽然也有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简化 就是说 这个简就是前面箱简简后面箱 所以一加一简中间只剩下第一项 也就是W1简叫W star W1呢是初始化的时候把初始化成0了 所以是只剩下一个W star的平方 而另外一项呢 我们知道它是这个 另外一项就是是一个负的嘛 对吧 剪掉一个什么东西的平方 所以说这个可以把它直接丢掉 在做上界的时候 所以只剩下这一项 然后只剩下这一项呢 一共有成为就是 这个刚好是T个对吧 T个然后再除以T 所以这无关紧要了 所以最后只剩下的就是除以2位的A了 然后呢 注意到我又假设说这个W star 实际上是在大B中 是在这个是在这个球中的 也就是说它的范数一定是小于B的 那最后呢我们得到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A的Rho的平方除以2 加上这个大B的平方除以2A了 注意到如果我这里边旋 把这个A的选取成1除以根号T的话 那第一项它的这个 它的G就是1除以根号T 而第二项呢 第二项这个有一个大T 这个这个 sorry 这个对我对它进行加法 对这个东西所有后面这个东西进行加法 只剩下第一项和最后一项 所以这大T并还一直在这 所以这个1除以T实际上是帮了我们在这大T OK 这现在就是为什么说我要取A 选取成这个1除以根号T 这个东西就最终就会有 它的这个接就是1除以根号T 如果说A把它选取成1除以根号T的话 这个就这个定理相当于就正完了 对吧 我们就是这么着选 把这个A它选成这个值的话 实际上这个这两项它是同阶的 而这个上界你把它加一块 就等于这个 常数就不提了 就是等于这个值就是1除以根号T OK 这块 这个定理就算结束了 我们这里有两个计划 这两个什么 两个注记吧 第一个注记就是说 我们这个函数呢 其实它不见得要求一定是非可微的 非可微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谈所谓的这个T度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其实这个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下T度这个概念 这个下T度这个概念呢是这个G为 D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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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是这么一个东西 而它呢就定义为说 如果说P是在这个下T度它是一个集合 就是说它P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是在就这个G为下T度 就是subgradient 如果说呢 对任何一个点啊 任何一个Y吧 对任何一个Y在这个大H中 这个2级上 它我都有这个下界成立 和这个P的内积 如果说函数是可微的话 那这个值呢 就是把它放成这个gradient 放这 这就是对的 对吧 如果函数是 如果函数是2的话 如果函数是2函数的话 这个下界是自然成立的 我这块放一个gradient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在函数不可微的时候呢 我定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我管它叫下T度 它也满足这个下界 对这个2函数它也满足这个下界 实际上这个是 是一个等价条件 就是说如果说函数是 是一个2的 一个2级 并且是开凸几的话 那么F是这个 这么着说 OK这个等价条件说了 就是说这个2函数的话 2函数和这个能找到这个 类似于这种不等式 是一个等价关系 那如果我有 如果我有一个2函数的话 那这个我就一定能找到一个下 subgradient 使得这个式子是满足的 这样一来呢 虽然是就够用了 足够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 在随机梯度这个算法过程中 我实际上可每一步的 直接把这换成下梯度就快了 或者说每一步在叠代完之后 WT叠代完之后 我们在 在WT这个点上 我们算一下这个函数的下梯度是什么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在由此出发 我们再把下一个WT加1算出来 然后一次类推 我们这里用到的不等式 在证明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用的不等式 实际上就是不等式 只要说这个下梯度的关系是满足的 函数是2的话 这个下梯度是一定是存在的 p一定存在 只要有这个不等式的话 我们这块就过来了 一旦过来之后 剩下的部分和这个突性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实际上只用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不等式 所以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下图 下gradient 那么 这个 这个 梯度下降 就依然可以用 可以管它叫下梯度下降 OK 这是第一个助记 那第二个助记 就是所谓的 我们可以管它加一下随机像 随机像进来 就所谓的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随机梯度下降 这里随机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到我们在迭代的时候 我们不放一个梯度 假设这个函数就可微吧 但是我不放梯度 我放一个 这一个量的一个 就是一个无偏的一个estimate 好比说我就管它叫Vt 在t步的时候 我定一个 我找一个随机变量 我sample出来一个值 使得它的 Vt 它的这块放成Vt 对Vt的要求 就是说 如果我对前面的 就是这个Wt-1 就是V1 一直到V V一直到Vt-1 或者说 就是一直到这个 前面的事情都知道的话 或者知道这个Wt的话 Wt和这个 就只和这个前面的 T-1项是有关的 这个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如果等于这个T度的话 满足这个 我就管它叫这个 我就 就可以了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而这个条件是很好 很好满足的 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样本集中在sample 随机的sample一个点 这样一来就是 每一步 我们就是随机三支sample的点 那就是保证 对这个 额外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随机的东西 就是我们数据本身是随机的 但是这个随机算法 随机梯头下降 就是这里 这里边这个随机呢 它指的并不是这个数据级的随机性 而是指的说我们额外增加了随机的东西 我们可以 就是对数据级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permutation 就是 叫什么 就是 想重新洗下牌 然后把它切成很小的小段 这个所谓的这个mini batch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那每一步 这样的 就这样的这种切法 如果只要我们做的是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perlum 洗牌的这么一个动作的话 那就能保证说 我抓出来的这一个小batch OK 我可以保证说每一个batch就只包含一个元素 这也是没问题的 抓出来这个小batch如果对他最期望的话 实际上是能保证说它是无偏的 也就是说它的期望是刚好等于这个t度 而只要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实际上这个算法的分析就就完全一样了 就是现在我们依然是对这个呃 t度下降的迭代t次 迭代完之后呢 我们对他把它丢进去 把它丢到这里 那这里们现在是有随机性向载 随机性呢就源自于这个所谓的这个V1 一直到这个Vt对吧 V1到V-T 那我首先这个不等事啊 它和这个V1和Vt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一块呢算的时候 我注意到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我这个下届啊 我这个下届实际上是只能有 这个上届啊 只能是一个下梯度 是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如果我对 我对这个我现在算的是期望 那如果我先做条件期望 如果先对V2做条件期望 每一步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对Wt做一下条件期望的话 那我就知道我们下面这个 做条件期望之后呢 由于这个这块放的V这块实际上是一个无偏的一个 统计量 那做完条件期望之后我得到的值刚好就是我想要的这个值 这个梯度这一项 那这个不等式就相当于做过去了 只要加上这个 加上期望之后也没有关系 所有的不等式全都过来了 也就是说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估计啊也是一样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 还有一些 这个这一张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些强突性的话 我们其实是能保证一个更快的一个收敛速度 但是今天这次就不说了 我觉得核心的东西都已经讲出来了 那么下次再见